Hello朋友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双很适合秋冬去穿的一双短靴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种短靴 因为秋冬去穿非常的提气质 而且又特别显腿长 去年给大家找的是那双水晶小羊皮的 然后就有好多人问有没有这种洋繁荣的材料 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种面料 就它这个料子那种融融的质感 就很适合秋冬,非常舒服的感觉 就日常除了去螺腿穿 然后也可以去搭任何的裤子 它特别好搭 今年我也是选了好几个款式 然后经过试穿之后呢 我觉得这一双鞋无论是从它的舒适度 还是它的款式以及性价比 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今天给大家好好看一下这双的细节 鞋型上就如大家所见 它是这两年都非常流行的这种方头靴 方头靴呢一个是平时好搭配 而且它不挑脚型,也不挑腿型 就很多比如腿比较粗的朋友 如果穿肩头的话会显得腿更粗 那方头呢就会更好驾驭一点 鞋子的正面线条它是非常修饰脚型的 就比较显脚瘦的那种鞋 而且在侧面的位置你们看这两条弧线 就感觉很协调是不是 不像是很多靴子在脚背的位置 就设计的特别厚 因为脚背一设计厚了 就感觉这个鞋子看着特别的蠢 因为我的脚就比较瘦 而且脚背又比较薄 我穿市面上很多靴子在这个位置 都是广当广当的 但是这个就不会 就我穿上之后 里边只有很小的一个缝隙了 脚背厚的朋友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鞋子上边它是一个弹力笼 就在这个位置它是高度可以调节的 所以不管是脚胖还是脚瘦 穿这双鞋包裹感都非常的好 也是因为它靴筒有弹力嘛 所以它的靴口 你看要比一般的靴子做的更窄一些 所以在小腿的这个包裹感上来说 它要显得小腿会更细一些 然后是这个鞋跟 大家可以看视频猜一下 这个跟高多少 我刚开始拿到的时候 我觉得也就4公分左右 但实际上它跟是6.5公分 是不是看着感觉没有那么高 它这个鞋子就是看着不高 但实际上能让你增高不少 因为它这个鞋型设计是这种梯形的设计 然后梯形设计呢 就会有一些线条感 看着它就没有那么的生硬 如果把它换成那种柱形的 或者是方跟的话 就会感觉这个跟就一下高起来了 而且比较死板 而且它这又是一个粗跟 就走起来非常稳 我平时就是穿运动鞋 还有穿这种三四厘米的跟 就是顶多了 但穿这个6.5的 真的是一点压力没有 再加上之前 就是这个地方 它的包裹感很好 就是整个受力 这个鞋子就穿起来不累 再说一下这双鞋子的用料 这双鞋子表面的这块皮 用的是洋反容 洋反容是洋皮啊 因为很多这样的靴子 它表面看着都是绒绒的 但它其实用的是 像这个袜口的这种弹力绒 它这个不是皮的 它是一种绒面 如果鞋面用这种绒面的话 时间久了 在弯折的这个位置 它的毛就会磨眉 而且时间久了 它的颜色也会变身 会特别不耐穿 那羊皮的 大家都知道 皮鞋肯定是更好一点 它弯折之后 这个褶子会非常的自然 也有一定的这个挺阔感 那真羊皮 羊反容之间 它也是有好有坏的 我教大家怎么去看 如果你看到这个毛毛 特别的细腻 就是毛很短 很细腻的这种 就是好的 如果说它的毛 就拉的特别长 然后有那种粗糙感 那就是便宜的 我们用的就是这种非常细腻的羊反容 手摸着一点颗粒感没有 就摸着特别舒服 上面衔接的这一块布 用的才是弹力绒 因为保证它这个鞋子更好穿 和更好的包裹感 这块弹力绒的绒布 也是选的非常好的 它跟这个真皮的衔接 几乎是看不太出来差别的 那鞋里的内衬 还有鞋底的位置 用的都是很柔软的头层猪皮 就是你光脚去穿的话 不会感觉到里边有地方摩擦到 或者是感觉硌子晃 而且它鞋垫的位置 又加了一层软层 就你踩下去的时候 是有一层软层在的 踩着非常舒服 反正现在已经给大家 喜欢过这么多鞋子了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我对鞋子舒适度的要求 这双鞋子我们已经在微店开团了 旗舰店它的价格卖在499 我们的开团价值将1399 这个鞋子也是因为 跟我们合作很长时间了 所以现在给我们的价格 都是非常合适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这两天去拍 这两天是有先货的 它有黑色和卡其辉两个颜色 黑色其实也是很好搭的颜色 就搭牛仔裤都很好搭上 但是我更喜欢这个卡其辉 这个看起来更温柔一点 我平时运动鞋是穿38的 这双鞋穿的是37的 这个鞋子其实跟我们之前 给大家做的这个乐夫鞋 它的鞋毛很像 之前如果买这个毛 大家就可以拍这个是什么毛 今天鞋子的分享就是这些 也希望大家收到后会喜欢 那马上也到中秋节了 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今天就这样 咦